恒指收涨0.07% 能源消费股领涨 恒大汽车跌近10% 凤凰网财经讯 9月27日 香港恒指收涨0.07% 报24208.78点 恒生科技指数跌0.91% 能源消费股领涨 中海有涨超5% 拟申请A股上市 9月15日 恒大汽车宣布将以配售方式 在港股筹集资金40亿港元 以每股22.65港元的配售价 移入腾讯 红杉资本 云峰基金 滴滴出行等不少于6名投资者 投资者店配售完成后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% 对于港股互联网公司 需要持续跟踪监管政策 对基本面低影响 短期看不排除互联网公司 起稳回升的可能性 但中长期看需要关注政策 是否会影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